一開口金管會主委 澤民中率先宣布成交量 因為9號台股成交量爆出1344億的大量 台股連續兩天占上千億量能 而澤民中下一步可能考慮 現股當充開放先賣後買 澤民中話不說死 對開放先賣後買腳步前放緩 但他透露對現股當充非常有信心 澤民中甚至表示 他每天盯盤之前市場擔心的沙尾盤 從開放現股當充四個交易以來並不明顯 郭分析師表示金管會已經沙盤推演 現股當充充量三套續本 一是維持200檔個股 23個月後開放股票全面試用當充 最後開放先賣後買 現股當充如果是先賣後買 其實對股市當中 當然必定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你反而先賣後買的時候 你反而造成一個大盤 其實有時候反而是一個回檔的時候 你反而是補足一個空單 反而是最後要做一個買進行為 分析師也認為開放先賣後買 有利台股後市 金管會議三件最後一支現股當充 鄭重靶心激起千億量能 接下來下一步大盤攻萬點的猛要 會不會就是法蘭圈點名的 開放漲跌幅限制 市場都在等著看 3新聞的一封和中台報導